关你什么事啊 不关我事 我做鸡头都想鸡啦 好 去啊 没心急就动漫 这客人这客人就会漏 一漏就不来 不来就倒闹 我就睡街 你够的吗 不关我事 今天是3月17号 对 就是哔哩哔哩网站 在纽约内斯达克上市的日子 在3月2号 应该是今年2018年年初3月2号 其实哔哩哔哩网站 本来是在纽约交易市场那边要上市的 大概那时候他们招书股是4亿美金 但是他们最终 3月18号的 3月27号 3月27号的时候最终选择了 在内斯达克上市 内斯达克是什么地方 也是差不多 不过是电子的交易场所 就是电子股票 然后像微软 像Facebook 著名的就是Facebook 在上面招股 他们是100多亿美金 但是哔哩哔哩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上市 就从4亿美金变成了6亿 差不多接近6亿美 对6亿美金 差不多接近2亿美金 然后这个就是IPO 就是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就是公开招募 或者IPO是什么 如果你们大家简单讲一下 大家就是上市公司 就是一个公司 我要借钱 我要更多的资金流入去扩张 如果你可以向银行借钱 你可以向什么 但是向银行 这些等等大公司借钱 你需要有抵押 或者是你需要更多的证明等等 手续繁杂 当然你就可以想着 那我就向大众借钱 向每个人借钱 就等于说 IPO就是Initial 就是刚首次 Initial就是首次 Public 就是大众公众 然后Offering Offering就是 讨钱 讨债 讨债什么之类的 不是讨债 就其他 就是向大众筹集 筹资资金 就是资金融资 融资就是让更多的资金 进入到Bilibili的网站 如果当你们看Bilibili整个历史的时候 他十年不到就是由 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2010年开始新鲜 因为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网站 但是在微信群里面就有人提到 其实那时候当我看开始拍视频的时候 我第一想到的就是YouTube YouTube是一个 当然YouTube不需要投资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主公司 他是一个分公司 他是Google的儿子 就是他根本不需要招募老爸 就是Google 没钱了就像老爸要 或者是赚钱了 就给家用 就是这样子 所以YouTube跟Bilibili是很不同的 两个人和两个公司 YouTube就是有个有钱的老爸 就是Google很有钱 科技巨头 然后Bilibili就是等于是一个 YouTube就像富二代 然后Bilibili就是由白手起家 但是你会发现 当你看整个Bilibili的时候 如果你去看国内或者是大陆的分享平台 视频的分享平台 你看到有YouTube YouTube站等等这些网站 但是你会发现我在使用过 这些我都初次使用 我现在最后YouTube我还在用 但是我个人有机会 我再录一集关于YouTube的个人想法 因为当你视频分享网站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怎么去经营 而是你这些网站如何帮助那些创造者 之前我讲过 1%的创造者 就100个人只有一个去创造者 你如何去帮助这创造者 去建立他的平台成为一个双赢的局面 所以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分享是很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YouTube刚开始很成功的原因 到现在YouTube里面有很多自己的创造者 可以打造自己的世界 网络世界分享的信息 就是分享你自己 或者YouTube就是Your Broadcaster 就是Tube Tube就是一个像之前讲过 Tube就是放大 或者就是以前的晶体的电视 就是广播你自己 或者就是宣传你自己自我的宣传 所以在你看到视频这些平台的时候 当我使用国内的网站的时候 我需要一个平台去分享我的视频 分享我的信息 让大家能够彼此的有交流 是正面的 是好的 是激励年轻人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选了Bilibili Bilibili的考试 是我到现在为止考过最难的 那时候我应该是考了五次 都没考几个 最后还好我有Google 帮助我 就是当考题出来的时候 我就Google去寻找答案 然后很多人都分享 然后终于在作弊的情况下 我考过了Bilibili 所以开始了我的B站的生涯 然后当我在使用Bilibili的时候 我发现 哇 我刚开始不知道 原来Bilibili的年轻人 是那么年轻 然后我才发现 应该是都是20多岁左右 出头的年轻人 然后要不就很有钱 要不就很有个性 要不就 反正就是很有特别的 一个群体 跟YouTube是很不同的 之前我录过视频 关于Bilibili 优酷 还有YouTube的个人的分享 然后这边讲的 就是Bilibili上市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刚才你们看了那一段 周星 当我想到这时候 我就想到周星驰那一段 当在你做一件任何事情的时候 一些大的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 其实当我这样子去理解 去思考的时候 就发现 其实当Bilibili上市的时候 跟我 其实没什么关系 又不是给钱给我 但是他们公司 但Bilibili公司会扩大 你就可以发现 他们有他们一些 很特别的东西 是别人没有的 一个就是弹幕 弹幕有什么用呢 然后你们说 不就是打几个字吗 其实并不简单 因为当你收集弹幕的时候 你就等于收集了数据 就是大数据时代 所以这些弹幕都是很值钱的 这些每个人的分享 每个人的吐槽 每个人的这些 表面的并不重要 而后面所得到的信息 或者是各方面 你可以知道那些人的喜好 那些人注重热点的东西 或者哪一方面是比较引起公众化 这些是很值钱的信息 所以真正值钱的 并不是他本身的一些画质 而是后面很重要的用户的信息 当然这个就跟Facebook很好 所以Facebook很类似 脸书很类似 但是Facebook现在一头交头烂耳 吃点以后再说 所以当你看的时候 当BitB这次召集的时候 他的确拿了6亿美金 他可以做什么 他也没告诉我 但是的确可以看到 10年公司游一个宅男 应该是宅男 哇70后 如果没记得他CEOT后 才大我几年 哇真的是惭愧 不过不要紧 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 有钱 有有钱的 没有钱就没有钱了 然后我没有钱 或者我夹在中间 算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的经验 生活的经验 就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样子 当BitBitB要怎么走 前面的道路的时候 我希望他能够 你会发现 或者讲 BitBit在过去的 使用过程当中 BitBit在跟其他的 视频分享平台当中 BitBit是比较注重于 原创性 或者创作者的一些感受 或者换句话讲 当你是原创的 在BitBit网站 他们你都可以慢慢的 很快的可以发展起来 所以基本上 我的视频都是原创的 所以在 我在我同时 放在BitBit里 有优酷很多联系剧 然后我现在 连优酷的原创的 那个优酷 现在好像是大鱼网站 哇 真的很乱 那优酷的关系太乱了 然后现在 我在申请 我的优酷的 或者是大鱼网站的原创 标题 我都还没有通过 我这个已经录了 三百多集了 然后我就发现 哇 这个真的不行 所以这个就为什么 我有一些念头 想结束掉我的优酷 就是专攻BitBit里 跟YouTube 这两个网站 以后再分享 其中的原因 关于优酷不好的原因 所以如果你们要留言的话 去微博 或者去BitBit里 或者去YouTube 优酷 我就很少上 然后回到这边 所以BitBit里 它在支持 或者在规划当中 虽然是比较偏年轻 或者偏动画CG的那一方面 但是它慢慢发展起来的时候 它可以慢慢扩大 基本上这平台在我实用当中 它虽然不是完美 但是它基本上符合了 创作者可以随心 不是随心 只要你抱着正确的价值观 你可以创造你的一番平台 或者吸引不是很多观众 你适合你的那群的观众 然后彼此分享的信息 所以这个就是YouTube刚开始的初心 所以当它只要抓住这一点的时候 真正在一间公司成为它资产了 不是工资多少钱 而是它公司里面的人财物力 或者人力财力物力 而这间公司 所以YouTube真正的资产 不是它的设备 而是YouTube有一群 它们的原创创作者 而YouTube要养活它们 所以这些养活它们 让它们能够有它们生存的地方 所以当你一个市场 你经营不活的话 就表示你养活不了那市场里面的人 当你养活不了市场里面的人 你就养活不了你自己 所以好的老板 不应该是欺诈员工 而是懂得怎么养活员工 因为员工才能够养活你 然后我现在就是打工的 可怜了 然后回到这边 所以这样子在哔哩哔哩 他招募的时候 这六亿美金在他里面 你会发现 其实之前他已经有很多公司 是注资在这个公司里面 而暂时这个公司将来的前途如何 将来的数据如何 如果你在看在中国 现在如果你要收集年轻人的喜好跟数据 可能或者了解年轻人的想法 年轻人的一些网约的热语 可能Bilibili网站是一个 或者B站 B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你就可以知道 中国这一群年轻人想的是什么 要的是什么 当然并不是说全部是好 全部是对 但是当中你可以知道这群人的喜好的时候 你可以引导他们 可以带领他们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世界上就是一个 怎么讲 并不会按照你的意愿一直去运行的 但是B站这一次的上市 的确是让人有眼前一个惊喜的地方 虽然我不是炒股票 我也从来不买股票 但是在这个上市当中 你可以看到B站的确拿到了一大笔的资金 6亿美金也不少 你可以买多少个 换了个地方 由4亿变6亿多了2亿美金 这个分给我就好了 当然不会 当然这6亿美金 当你说上市跟不上市有什么分别 当你不上市的时候 你有绝对的主动权 就你讲1就1 2就2 人家要听你的 但是你的财政 你的怎么规划 你的怎么管理公司 你不需要公开对外面交代 但是一旦你上市的话 你的财政或者你的管理 你需要向大众化 交代 就像你买你股票的人交代 就可能看你股票你卖掉多少 可能你卖掉只是40%或者10%或者5% 看你卖的股权卖多少 当然你说我持有大股权 我还是能够有最终的决定权 但是不是绝对的决定权 或者不是说你怎么化呢 怎么化就你的饼就分给别人了 别人也给你一大笔钱 所以在我这个频道 因为还没有人注资 我不是招募 还没有人注资 所以我这频道 我的视频 我有绝对的话语权 就是说我是可以决定 我的视频要拍什么 要设置什么 我要讲什么 这是我百分之百的决定权 但是当我一旦 当然我这个招募 我这个是没有什么钱 比如说 就我只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是拿去招募 然后就有另外一个人 他要注资 OK我给你50块钱人民币 然后我要你一半的股权 那这样子以后我拍视频 我就要彼此商量 做任何重大决定的时候 看那个协议书怎么说 我都要找他商量 所以就不像自己的决定权 但是你就会得到一大笔的融资资金流入 所以这是很正常 商业手法很正常的一个渠道 所以赚钱就是让别人的钱 然后融到这边 就像流水 让别人的水流到你这边 你这边变成大的水 再分成另外一边 所以这个就是流动的水 所以这个就是上市跟不上市的一些 比较简单的分别 所以上市公司会更多的挑战 更多的人力物力 他需要在更加管理方面 要更加有国际的知名度 然后打响知名度 有钱 然后开始 开始更大的 更大的融资 可能还会 以后可能不止6亿 可能10亿 或者60亿都可能融进来 就外面的钱进来 而不好的地方 可能就管理 然后画市 然后还有账目要公开 等等的这些 需要向大众化交代等等 所以你看到之前 马云也上市 然后现在也上市 然后华为 还是不上市 所以并不说一定上市一定好 或者不上市一定好 我们都受那个联系局的一个影响 啊 他是上市公司的主席 其实很多上市公司的主席 就是别人的钱 然后暂时放在这边 然后需要跟别人交代 也是压力很大 责任很大 所以当你责任越大的话 你拿的钱 你拿的钱越多 你的责任就越大 然后怎么使用这些钱 因为钱是好的 没有 钱是中性的 可以是好的 可以是坏的 你怎么使用它 你使用不好的话 很危险 就好像炸弹 炸弹是好的 你怎么时候 你丢在哪里 你什么时候爆炸 你用的不好的话 后遗症很多 所以这个事 我就分享 所以今天就关于 bilibili上市 我就分享了这一段视频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临时搭建出来 在这棚里面 不是在这棚 在studio里面 去分享这一段的信息 其实没有想过录这集的 只是今天录完上一集的时候 就想 蛮有意思 录一段 记录一下 的确是2018年3月17号 B站在美国 类似 那边上市 然后筹子了6亿 然后这个可能会下去 也有可能会上去 但这个是看 B站 懂得 我当然希望它能够更好的经营下去 它里面还有很多 将来还有很多的挑战 因为这钱不是拿了 不做事情 而是拿了 你要做更多的事情 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个简单 也不算简单的分享 就是一个分享 下次有机会再见 Bye